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刚才说了我们没有请任何领导 就在我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张一旁边 还有领导给我打电话说 我们要去给你们开庆功会 我都拒绝了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 我非常理解 在全世界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团队 目前最起码目前 我们大家是都在无死 不管是智力人还是中国人 不管你是抱着什么样的思想 还是什么样的态度 大家这么团结 张勇在交鼓的时候那么的严厉 大家开的有王马有奔驰 那么大的老板也在 大老板小老板那么多 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说 张老师怎么这么严厉 说话怎么这么普通 我还知道我们这个团队 往上属六七十岁的老人 还有一些 背了几公斤的锣 背了几公斤的大鼓 我知道 你们的力量已经 已经达到了极限 你们的手 都摸了多少血泡 还有我们的顾林志小姐 我亲眼看台湾的刘先生 那个手啊 全部都是创歌点 都流着血 好多队员都流着血 没有一个人说 队长 我流血了 我不打发 没有 昨天下了那么大的雨 顾林志 因为昨天淋雨今天发生 我刚才在学校演出的时候 我叫她名字 她不理我 我很生气 后来我去摸了摸她的 她的头最少38度 我感动了 昨天淋了雨 今天感冒 在下雨的时候 一个多小时 没有不管大人孩子 没有一个人说 我们进屋里吧 我们怎么不练吧 没有 你说这种事情 全世界在哪里找到 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 近70岁的陈景柔先生 他一辈子的没有吹过号 结果张勇老师说 四个打脑的 全部要吹号 他就跟我商量 他说老许 我能不能不吹号 我说不行 张勇老师说了 必须是四个打脑的 要不然生意出不来 老陈那天在三楼 中国华商总会三楼 迎着寒风 那么冷的一天晚上 拿着那个号 对着天 把嘴唇都给吹死了 把嘴唇都吹死了 老马 腰疼着那个脑掉下去 他剪脑的动作 是这样剪的 这样剪 从来没有缺过一节课 还有我们这里这么多 咱们年纪大一点的 我就不说了 那些妇女啊 成年人我都不说了 咱们这里有好多 中国的或者这里的 非常漂亮的 几个女孩子 那个手伸出来 不是搞不倒的 就是搞画画的 要么就是标准的 考上美国大学生的 那些美丽漂亮的孩子 手那么漂亮 那么迁徙 拿了那些锣 再拼命地敲 我端锣 端了一个 打着一个四个裙子 我那个锣 我就手就酸了 他们没有一个人说 叫苦叫累的 拿了那个锣 手都把那个 都磨出来那个血泡 让我看了以后 我心疼的 我都说 如果是我的闺女 我肯定会说 闺女咱回家吧 不玩的 可是 他们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 没有一个打退堂 我最要感谢的 是智力的 这十几个同胞 不能说同胞是朋友 我 真的是告诉我 我一点都不说瞎话 说 哎呀 本来我们是想来看一看 玩一玩 后来感觉 中国人太伟大了 中国人 不光是有钱 也不光是会做生意 很会享受生活 我佩服你们 我们要坚持到底 直到打到最后一天 你什么时候到 什么时候叫 我们什么时候打 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感动的地方 是 老师 他很信心 还有 他很敬礼 他在这太重要了 是他的文化 所以我感谢你们的感谢 今天最多要感谢的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张宁先生 大家欢迎 让张宁王来看一看他到智力以后 他的感言 他哪有什么收获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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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的鼓起点怎么打的呀 你们认为自己打得很好是吗 谁让你们打这么好呀 张宁 1 2 3 4 张宁王 我明天上午的飞机回北京 所以可能今天晚上是这个在感动 其他人在感动 我一直在感动 从我下飞机的第一刻起 大家每一个人在我面前的一言一行 我历历呆默 可能也是因为咱们 华人华侨 我长年在海外 我也是把我当作一个家人 所以呢 我也没跟大家客气 我们就是一家人的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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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国际里 提醒过很多队伍 也有很多感动 但是我感觉这一次 是让我最感动的一次 感动什么呀 感动在座的各位 博士的博士 大老板的大老板 过来挨我的血 这个让我 我感动 咱们即将要演出的时候 很多人过来跟我说 张老师 你放心 你对我们 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 您就放心吧 我还感动 当演出完以后 受到大家的 那种热烈的掌声的时候 你们每一个人 跟小孩一样的 那种灿烂的笑容 负面放视频 是我们16号的视频 今天是8号 我们开班是18号 17号 17号 每天两个小时时间 我们短短的在这 三四十个小时的时间里头 大家竟然把威风 螺骨打得如此的到位 如此的震撼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里头有大家很多很多的付出 这个我也很清楚 有的人打得很好 今天我忘了说谁了 周医生 我说周医生下了功夫 我说比你大 因为周医生 打鼓 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 最后我们的打鼓 我发现了 我们是用一种使命去打的 而不是简单的 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 抱的一种态度 看看吧 我们强身健体 打打锣鼓 出出汗 心情也高兴一些 但是我看到的是最后 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感 所以这些都是让我很感动的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我既然没有把你们当外人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不要把张勇 这个老哥 老弟 当外人 以后 这个地方 你们都是我的远房亲戚 有机会 我一定会再过来看你们 我一定会再过来看你们 最后我 我嘱托大家一些事情 希望我们中华振兴鼓队 在老许的带领下 在咱们各界人士的这种关心下 在在座的各位的努力下 希望它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大 希望哪一天我再来智力的时候 同样还能够看见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身影 最后祝愿大家 在智力 事业有成 生活幸福 在以后 没有招呼的日子里 你们同样 快乐 幸福 这位先生 他是智力15队的主席 然后呢 他已经有三十年 都在专业中国的功夫 他觉得一个中国古的传承人 来到这里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 因为他也有一个老师 是武术的传承人 然后他知道一个传承人 能在那么遥远的国度 来到这里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教育 他想起了他那个传承的老师 教他的同样的东西 第一是纪律 第二是尊重 然后第三就是传统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是从那么遥远的一个国度来的 这个机会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他的致辞非常感谢 他知道现在老师正在播下非常重要的种子 他相信这些种子会发芽 所以他相信之后 古队和他们的师傅 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非常好的合作 所以他希望我把这个 表在他的心的领口旁边 因为他想让智力在他的心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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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希望他每次抽烟的时候 打开这个打火机都想到智力的光芳 然后他还要非常感谢老许 让我们有真正的感谢老许 这一次的机会 在座的中国人看到了 今天你们在广场打火机都想到智力的感谢老许 总经理的总经理也握着我的手说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老许 还有大家 谢谢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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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实在的 我今天呢 不是今天呢 我们在这一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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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感觉到就是说 我本身能够跟着这个我们这个张勇 能够跟着这个我们这个张勇 那个我想借重老许 这句话叫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所以说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呢 总是不完整的 对吧 所以尽管我有很多要想表达的东西 我是没法 不然用语言来表达 我对你们的这个衷心的感谢 所以呢 我想最后用几句话来代表 我对这个大家的感谢 以及我对这个张勇先生 还有这个对这个老许的感谢 就是第一 我们鼓队 有了讲进步 不要忘了张勇 讲本事 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个鼓队 这个 讲成绩 不要忘了大多数 这个 这个 还有一句话 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 这个 讲缺点 不要忘 讲缺点 不要忘我们的记忆 是吧 然后呢 在将来讲的时候 讲现在 不要割断了历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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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o brindar esta copa invito a todos que llenen sus copas en nombre del profesor del querido profesor que a todos nos deja un gran legado y porque su viaje sea el mejor posible y que su vida sea lo más feliz que se puede esperar 他想用这杯酒来敬佛的老师 希望他的生活美满 然后舞队能越做越好 好了 接下来 有谁想发表感言 不管是智力的 还是 请你们 把你们自己的感言 自己的想法 因为今天我故意的没有外人 就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想说什么说什么 今天我在这里的年纪 算是比较大的 我也非常高兴 首先我感谢 张勇老师的耐心教导 及辛苦的努力 对吧 我们大家首先要向张勇先生表示感谢 也感谢习经员老板的慷慨解难 也感谢各位同仁 且领导的努力 也感谢自己弟兄姊妹的参与 我辛苦 对今天的演出成功表示祝货 那我也首先是谢谢大家 也代表我们大家送张勇一成 我下面也不会唱歌 我唱一首简单的歌 好 加上一首简单的歌 好 加上一首简单的歌 好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真是当美丽的茉莉花 就像爱的茉莉花 我像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不给你家 我爱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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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时很少参加这么多的会议 但是 我讲讲我自己的感觉 我最终 老雪教我正常的活动呢 只是感觉到 能够跟中国人在一起 但是通过这种 打鼓队的练习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智力 不完全只是个中国人的团体 要和智力人合在一起 把中国的文化 融到智力的文化里面去 也要把智力的文化 融到中国人的文化去 我想通过 这个 这次打鼓的活动以后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和 参与我们的 活动的 他将会 把这种 这种形式 这种感觉 慢慢地 传开去 为人们在以后的 日识里面 找到政党的影响 我希望大家 不要忘了 我们今天 有了今天 今后 还要继续的 共同的 为我们在这里 创造美好的生活 共同的努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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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在 第一个 第一个 太多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 我们很吸引 一起展示网友 帮助品牌 我们一起联系的教授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教授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中国 我们一起联系的教授 我们一起联系的教授 非常感谢张老师 非常感谢志愿的慎慨 让他们的智力人认识到中国 那么美丽的文化 所以他在此宣布 他将会负责古兑的网站建设 让在遥远国度的张老师 能随时关注到我们的进程 好 来 欢迎 各位生生阿姨和姐姐你们好 我在这里可能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我跟张杨老师还有熊场一块 坐飞机来到美丽的智利 刚来到就被你们所感动了 如果在中国认识你们 可能你们就是我的叔叔爱你 但是在这里认识你们 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就是我的家人 我希望我们这个舞队 可以更好地走下去 感谢张杨老师这次来 教会我们这样好的一个中国文化 也祝愿张杨老师 明天一路平安 然后代表你所有的年轻人 祝愿在座的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生意兴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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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伯伯她说的呢,有一部分是有一点夸张啦,我是发烧的,但是可能还没发生什么好。 就是,其实今天下午在那个Blasa de Atma表演完之后,确实很累,而且就觉得起零路上有点虚拗的感觉。 之后,到了那个Lagos大学去之后,我就穿了一个棉袄,就坐在那个凳子上,话也不想说,然后也不想动。 但是后来我看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挺累的,但是大家都是生龙活虎的,然后我觉得挺感动,然后这个力量就上来了。 之前,其实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华人艺术团的存在,然后我是有一次吴亦坚和许伯伯一起吃饭的时候,听她说想要组一个鼓队,然后说那个赵王老师他会从国内连过来。 刚开始我是抱着比较探究的一种心理,我说那我就来看看吧,这个威风俄伯伯不是很回事。 刚开始来,我就想看了一会儿,我就不来了,我就走了。 但是第一天晚上来了之后,首先我觉得张老师人特别和蔼,而且一看就是一个名师,我觉得如果跟着他肯定能成高徒。 所以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这样接连着来了,然后又看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很多像杜姐啊,然后像这个赵老师,赵阿姨啊。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特别支持英夫产的这个活动,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是,我觉得我就把这当做一个家。 既然是家,那就让我有归属感,既然有归属感,每天到这报告就成了。 不是例行公使就是我内心的一种渴望。所以非常高兴能认识大家,然后我也希望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可以和大家走得更远。 最后非常感谢张老师,非常感谢许伯伯,然后也非常高兴能认识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目前为止喜欢的同学,只是学在学生的一个网子上 。 其实我们最近上超过最终少七次,我们在学生的小学校。 屈指的最终的一周三次、学校的高职位,我然后学校的朋友和小学校。 我们留学来多高度,от总听话,学校的小学校。 我们每个小学校的介绍。 我们来学校的学校,我每个小学校都很高兴。 我,我们来通常都很高兴。 他非常感謝老師 雖然他不願意著他照相 也不願意著他上詩文課 但是他還是感覺 老師這個敬業的精神 真的是非常可佩的 所以他在這裡非常感謝老師 然後祝你在中國 有一個好的旅途 現在我們邀請 Andrea 我希望你能感受到自己的一切 你所做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 真的,我會做的一切,我會做的一切 我會做的一切,我會做的一切 但是是最初的,要去抵抗我們在這裏 如果有人說錯了,就會沒有說錯。 謝謝。 我覺得這個老師, 然後她覺得就是, 這段男王的經歷, 經歷會永遠存在她的心裡。 然後呢,她將會挺身出, 如果在智利,某個人說我們中國人的壞話, 她將會挺身出道理。 再激勁一點, 这个计划非常重要 听懂了吗 如果谁以后再说中国人的坏话 那可听以前有说过 他就给他挺到底 中国人 骄傲 欢迎 谢谢 这个我是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华为的一个计划 我就很一级 那么那个刚才大家有说了很多感动 那么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种感受 那么从开办的第一天 到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出 那我成功的看到了很多 在那个特别是以计划长为代表真的老一辈 他们身上的这种对这种生活的热情 对这种文化支持的东西渴求 是为非常感动的 同时我觉得 像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每天我们都在忙着工作 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快乐 但是从哪里找到快乐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让我真正真正的感到快乐 所以我们自己快乐了 我们才能够 去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快乐 给更多人带来快乐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也要感谢周翁老师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是 他的到来 才真真正的把我们华人 和自立人 联系得到一起 成为真正的一个大家庭 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谢谢 那那个呢 我也趁这个机会呢 就是说 冲着周翁老师 非常激动的心情 给大家先唱一首歌 唱得不好 那个我刚才听到有一首 《中国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 都会翻译 我就先唱好不好 我就先唱好不好 我看你 有没有翻译 那些年龄的重合 让你拉长了多少点 黄色的脸 黑色的眼 不别是笑容 发射里 啊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樣的雪一樣的重 神經的苦難 autism留在心中 一樣的雪一樣的重 未來還有漠我們一起開火 手心成熟 铺盘力我 往手向前走 让我们 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七雷 七雷 运动 运动光光光 在座的各位都比我年轻 基本上都是我的长辈 好多话 特别好多话都想说 但是呢 基本上的中心思想 刚才嘉玲已经帮我说完了 我今天主要是想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特别自豪 为什么自豪呢 因为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今天站在这里 自豪 为什么自豪呢 这个 这二十天呢 我来到这儿不到一个月 我看到我的父亲 为了 当然首先是为了自己爱玩这个东西 为了自己的兴趣 但是呢 咱往大地说一点呢 为了在这里的好人 为了 我也很感谢各位 对我父亲的支持 没有你们的支持 不会有今天这一步 我仅代表我的家庭吧 谢谢各位 谢谢江永老师 我这人呢 不是顾正业那时候 你说你当医生还没什么丑严 是吧 我 你还去敲鼓了 甚至都翻译了 翻译了 你说老马你不是 你不顾正业 为什么不顾正业 你当医生还丑严 是吧 你敲鼓的还不会鼓 你敲鼓的还敲不了点 是吧 今天我可以 说我加拿点给老许打电话 老许正识 我说我得起诉 张友 你们都哗哗哗鼓掌 我想起诉他 他把我的药给内坏 当时那天他给我带来的荣誉 但是啥呢 老马将来 没有生活出路的时候 我到大街上敲敲鼓 有个毛巾打给我 对吧 你这说老马啊 你真不过头眼 你这红身啊 你能给办成 背身 能让你哭 是吧 他说你要 你这悲哀的事啊 你能让你笑 他你就不够这个意思 今天在我手前上 送给呀 我们这个海峡协会会伞 王为奖 我说话 不是给你拒呼 咬头 你看 归奖府上啊 亮起玉彩女 说给你一句话 基督们 王为奖 今天你是家属啊 家属啊 归奖府上 亮起玉彩女 彩女 啊 他给我们带来的 两啊 带来的那个语言 让智力的朋友 懂得了 要不 这个重担 没人去打 还有一句话 就是 海峡两岸不幸福 这是为奖的贡献 还有一句话 讲 豪华的有 绿岳福 我们 一国太想到这来了 将来 欢迎 这里的朋友 兄弟姐妹 支持我们这个 罗伍队 各位叔叔阿姨晚上好 这样我想说一些自己的感想 就是说 我第一次来呢 说实话是被公司摊派的 所以这个 徐总呢 把电话一再热情的邀请 最后 我们就说 小张啊 你去吧 我们实在是这个 这个 小张 真是太热情了 最后来之后呢 我也是问了徐总 说徐总啊 你说 投这么大的资 到底最后是为什么呢 徐总也说 他自己出了五万美金 然后呢 还有 还有各路的华人 鼎力相助 还有一些 在金属口方面呢 做了很大的帮助 然后呢 这些呢 在一开始呢 我都不理解 我说 到底这些最后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在这个二十多年之后呢 我也是向那个徐总 徐总其实是表批我 但是其实是批评我 说我来再走走 来再走走 但是在最后呢 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最后呢 我也得到一个感想 我就是想说说 就是想说就是徐总呢 老徐 是为了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呢 是个老徐 谢谢老徐的无私 其实老徐是为了我们大家 他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在致力 能够没有思想的感觉 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在致力 都是像一家人一样 谢谢老徐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我昨天是过了 你姐吧 今天才长大 说的阿姨大家 你们好啊 说一下感想吧 参与这么长这么大 参加过无私的会 也参加很多的庆功会 只有在这次会上 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泪水 这些泪水呢 有亲情 有友情 有的泪水是被大家感动的 所以我真的 非常感谢我们 张勇老师 张勇老师太激动了啊 真的 你的付出 你的辛苦 我们真的感动 我真的把你当了亲人 我希望 真的希望你常来常往 我希望在你明天的旅途 那一路顺风 还感谢那个 刚才说话的老马同志 所以我们这次会议呢 有很多泪水 这些泪水呢 都是大家付出的辛苦 这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呢 还感谢那个老马同志 刚才您给我们这一个小品呢 又带大家带来一个欢声 又来个笑声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还有呢 我希望呢 以后呢 我们智力人 以中国人 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要相互理解 相互团结 我们要把这个 中华 对了 我们要敲好 一直敲下去 我们有更好的汇报呢 对于我们那个古王先生 还能谢谢那个 许团长 谢谢你们这一家人 付出这么多年 这么长时间的辛苦 这次表现感谢 谢谢大家 我要给大家介绍 这位叫王英安先生 他是小熊毛饭店的总裁 他不但在小熊毛市老板 他在威尼亚 公司的熊 还有福建 还有智力很多地方 他是一个集团公司 所有的饭店 他是总裁 在这里呢 他是做了生意 非常大的一个老板 我们第一次开课的时候 大家有的很多同志都来过了 当时我们有100多人 大概是吃完饭 连环以后呢 当时市管各级领导都来了 大概是220多万的费用 他给我们免费了 因为我说 你为什么给我免费呢 我不愿意啊 他就说 他说 你们在里面开会打鼓 外面的智力人都抱着 他说中国伟大 中国真好 他感动了 虽然不相信 但是我没有同意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他只收了一个成本钱 收了一半都不到的钱 所以说我在这里 表示非常的感谢 那么重令人感动的是 今天 我前三天 我又给他打电话 我说王老板 我还要在你那里开始 也要在你那里结束 我哪里都不会去 今天 王老板不但去了 那么忙的时间 去到了这个武器广场 去看了我们的演出 非常感动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今天晚上 一定要在这里 开一个庆功会 如果你不要钱 我就不去了 说我说你必须收钱 按原价收钱 好了 他说行行行 他答应我 结果他骗我 他门地啰嗦 他说 结果来了以后呢 他说今天 我非常感动 你要是交钱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今天的所有的酒水 全部免费 不是给我老许的 他说我不是给你的 是把这些酒水免费的 赠送给在座的各位的英雄 我们热热烈的掌声 让王英安先生给我们讲几句话 我怀着极度高兴和感人的心情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今天的快乐 我看到大家这么激动 我也是一样的心情 特别是 这个在 我们是耳闻目睹 在短短的二十几天 从这个成立 到这个今天的这个 总结 特别今天感动的 我们到这个馆场 看到大家的 挥舞舞动的旋支 带这个旋支 给我们带来的我们中国人的豪气 今天特别看到我们张勇先生 今天在这个馆场上 只会 非懂那些姿势 我们现在还是历历在目 真正的是说 给我们中国人 振兴一个威风 我们在这个南北朝 也是很长时间 我们第一次看到 我们中国的这个华人 在这个国位 有今天这么感到这样的自豪 所以这个大家 我还希望就是说 我们这个 振兴罗国队 在这个 巡团长的 这个 领导下 以后会越做越好 把我们的精神 发扬得 更远更伟大 传播全世界 还有今天我说 刚才我跟王老板说 我说帮赞给买了 你不要酒钱 你饭钱得出了 结果他说今天 因为前应该有很多华人朋友都跟我说 要出钱出力 结果刚才我去买单的时候呢 我们的赵书金女士 已经把单给买了 我们用掌声感谢她 赵书金女士 我也不要多讲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 对吧 那么我感到呢 就是应该心里边的有好多话要讲 但是你就是 就是像那个 刚才我们王辉坛说的 就是表达不出来 对吧 想说好多的话 但是我想的就是由我们华人艺术团团长许敬言先生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张 张参赞 张参 季强第一棒 这好棒的一棒 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智力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生活开始 我感到你 这是一个华时代的一个事情 这一定会有很深大 很深远的一个历史的意义 我感到是 这个一棒 一定会就像我们所有这个中国人 以前我们的先辈 我们的先辈 在这里像开一个中国餐馆一样 炒一个第一盆 蒙古里亚诺一样 大家不理解 现在 今天我们那个演出了以后 我感到很感慨 我就是比较感悟 就是我们的中华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 确实是非常的伟大 我们中华的民族 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中国人确实是非常伟大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那第一盆的那个果辣寿 同样我相信 有好多的智力人 他们智力的朋友 他不接受 但是现在他们都知道 中国餐就是果辣寿 对不对 那么当时我们中国人出来 开这个餐馆 是为了一个填饱肚子的事情 我们去开一个鞋子店 也是为了经济的收入 但是今天我们把中国的文化 传播到了智力 这个意义就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为了一个公益的事业 我们是搞的 是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 这证明的是一个时代的过去 证明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 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人 每一个同志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不肯缺少的 因为在历史今后会见证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是为了一个民族的一个事情 为了一个民族的兴起 为了中华的复兴 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因此我相信 在今后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智力的朋友 他们一定会懂得 我们中国的商品 是好的 也是便宜的 也不光是中国只有义务的市场 我们更有伟大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更伟大 更强大 更好 我相信就是今后我们一定会把刚刚的这个演出是结束了 这个张勇的基本的典子 张勇老师教给我们的一篇古典子我们记住 是更不容易的 更伟大的 谢谢大家 为什么跳 为什么跳 先听心跳 就是文化 说中国文化 其实没文化的人啊 是不敢提文化 这是喝点酒 就是中国文化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是吧 就是感谢老许 把中国好的东西呢 让大家 就是 让大家看见了 什么是中国文化 我希望呢 就是咱们把中国好的东西啊 用自己 自己的力量 或者 怎么说呀 就是 用自己的能力吧 尽可能的把自己 把中国好的一样的展现给大家 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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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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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样的东西呢 最好就放在家里头 是吧 呃 再一个呢 就说 说是 说什么呢 说这鼓 打鼓 让我一开始敲鼓 我敲不到大家 说让我打 你的脖 张勇老师我也打不上这块 说被捕 我也被捕 不聊 抠着 抠着说 我能干什么呀 那个 许团长说 你搓一旗 在那搓着 不行 这事儿我能干 就往那搓 简单的 所以就说 中国文化 不一定说 你有多少文化啊 你能说多少 是一个力 大家有 有 有 有什么力量啊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所有的人都是 就说 我们把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不好的 不好的 尽可能的留给自己 是吧 好 下面我话就不多说了 直接唱首歌吧 谢谢大家就是带给我这么温暖的冬天 因为我也是去年这个时候过来的 然后 今天是第二个冬天 然后感谢张勇老师和所有这个舞队的成员带给我温暖的冬天 下面我唱一首歌 是大约在冬天 我会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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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我会唱一首歌 你前方的路 虽然太清晰 请在笑容你为我祝福 虽然听着风 虽然有着泪 我在风雨之中 让我沉溺 都没哭你 我也情深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 不是在可惜 我想到有归时在东京 不是在此时 不是在故事 我想到有归时在东京 谢谢 我会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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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很名的 我们专门从国内定做了一批荣誉证书 由于大家的辛苦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非常高的荣誉 上面有众人张勇先生的亲笔签字 已经和华人艺术团团长的签字都在上面 希望大家非常珍惜这个荣誉 因为今天是8月8号 也是世界的监视日 拿到这个荣誉 我感觉一般人是拿不到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 我都很激动 因为我没有给我自己发 我很遗憾 更高的容易就是我们智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王卫江会长通过理事会研究 由于这一次张勇做出了对智力的华人 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因此处理会决定 受于张勇先生 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顾问的称号 请王卫江先生 给他颁发这个书 就是我们的领导啊 因为他的到来 他的威风鼓 让我们自中人民的友好 从一个我们经常讲的一种 比较抽象的 松散的形态 变成一种很现实的 很实在的一个形态 所以你看我们中华振兴股队里面的话 自中不分民族 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大家能够走在一起 都是因为我们这个 威风鼓的传统的这个 红化纽带 所以的话呢 因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有这个使命 有两 我们其中有两个使命是 张勇先生呢 今天演绎的非常好 就是说 和平统一促进会呢 这个使命里面 其中有一条 就是说 以优秀的中华传统为 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 构建共同 华萨同胞 构建共同 构建华萨共同文化精神 促进华萨同胞的焦虑与合作 推动主播的和平统一 所以的话 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次来的话呢 有来自祖国各地的 包括台湾的同胞都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来 第二个使命呢 就有 就是说 生化之中人民友好 促进 生化之中人民交流 促进之中人民友好 让自立人民认识中国的文化 认同中华民族 认同我们中华 中国 为我们的祖国的社会主义的 和谐社会建设 创造这个 有利的国际人们条件 所以呢 就是说 我说 张勇先生来这个 二十几天呢 他的使命呢 已经就是说 不仅仅就是说 这个打鼓的使命 已经上升到就是说 为这个民主 为这个国家 为之中人民友好呢 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就也很感觉到 非常的荣幸 张勇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 聘请 成为我们这个顾问 所以的话呢 以后呢 就是也请 不单张勇先生跟我们这个 威风股队 振兴股队是一家人 也是跟我们和平统会促进会 也是一家人 希望他对我们的工作以后 多多提供指导 谢谢谢谢 谢谢张勇 谢谢张勇 谢谢 是我们华人艺术团 做出了一个决定 因为在座的 我们在座的 华人艺术团常务理事会 前天在中华会馆的三楼 华商土会的三楼 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由于张勇先生 到了智利 为我们中华民族 为我们智利华人 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华人艺术团 非常感谢他 通过常务理事会决定 我们决定授予张勇先生 为我们华人艺术团 名誉团长 谢谢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过 要送张勇先生一个礼物 大家不管是拿多少钱 还是凑多少份子 我根据大家的意思呢 以我们华人艺术团的名义 也以中华振兴古兑的名义 送给张勇先生一个致力的纪念品 就是咱们致 张勇先生是属马的 所以说我们送给他一匹骏马 让他在中国的大地上 在治理的大地上 永远奔奔 在中国的大地上 但是在中国的大地上 这些传统也会含习近平的大地上 也会含习近平的大地上 也会含习近平的大地上 好 接下来 大家的荣誉就要到来了 那么首先我有请 我们的古王热烈的掌声 欢迎古王先生 给我们古王先生先上场 欢迎 再接着欢迎我们 中国航行统织促进会 王维江会长 上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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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星女士 陈婷 陈婷 女士 陈婷在吗 他笑容 说 他笑容 在中国的信息 他笑容 是 他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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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 试问 我们 这 Fernando Gatica 路船河 范洋华 王威斯 梁修来 范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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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胡小鸿 李仁蕾 许嘉宁 许成床 各位就各位了 我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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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点倒不倒了 在这里 在那里 在那里 在这里 在那里 这东西 我跟他说 你别说是什么 是由于证书 我为什么藏在这 我约他这个书啊 红毛书一样 我把他当成什么了呢 结婚证书了 我所以就藏起来 别让人打起我生气呀 马导前 才发下来呀 民众女士还允许我们结婚了呢 这次是 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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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